好 这么长的螺丝常常会不小心刮到别人的车子 难道无法可罚吗 我们来看这位苦主的经验 他就是这样一时不小心呢 他的保险感被撞得伤痕累累 他当然很不服气 拍照之后呢向监理单位投诉 而公文让他傻眼 公文说只要不超过车身长度2%都是合法 这是多少呢算一算 也就是说这个大螺丝呢9公分以下都可以 当然车主很不能接受 他说干脆在车上插把都算了 对此呢这个不合理呢 警方跟监理单位也这样觉得 现在要亡羊补牢 以后这些危险的螺丝通通要开发 监理机关每年进行定期的验车 就是为了保障行车安全 只是这么东检查西检查了 对于超长的牌照螺丝 法律去存在灰色地带 问题就在监理站验车检验项目众多 但就是不检查车身的长度 更不用说牌照的螺丝有没有危险性了 在防 比如说在里面 比如说这是防防 他在里面在突出这个部分 因为不在防乱款里面 我们这部分我们就不会去 不会去规范他去要求他 难道危险牌照螺丝真的无法可罚吗 一名保感伤痕累累的车主 拍照向监理站投诉 但得到了公文回复 却是牌照螺丝 只要不超过车身长度的2% 人数合格 让车主反访了说 一般车的长度至少有4.5公尺 按照监理站的标准 牌照螺丝9公分以上才违法 搞不好车头差一把螺丝起子 或是美工刀 长度都还不违法呢 后来他这个检验的标准 就有不得有瑞绿的瑞绿角及边缘 那些突出物这样子 对于法律模糊空间 监理单位向警方决定亡羊补牢 未来警方将依照道安条例 对超长螺丝的车主开罚 监理单位已将比照 货车防撞杆的规定 禁止安装任何尖锐的牌照螺丝 对这样的牌照螺丝 成了隐形伤人伤车的凶器 受害车主的抱怨 总算引发了政府注意 最后新闻彭志明朱显明 苗栗台中采访报道